完肺炎疫情已经破了1亿人确诊 那今天破了1亿人确诊之后 在意大利传出了一个很惊悚的消息 那这个消息是有一名47岁的医生 他被控诉说为了医院的床位 他居然注射给病人过量的麻醉剂 还有肌肉松弛剂 导致一个61岁跟一个80岁的病患死亡 总共两个人死亡 那一直是到前天的时候 有一个匿名人士检举才发现 原来这个医生还伪造了一些记录 然后呢现在是被当局依照杀人罪来起诉 当然呢这个医生现在否认了这个指控 那意大利现在目前呢 总共的确诊人数是已经超过了250万例 那死亡人数呢是86000多例 不过谈到这个死亡人数 我们接着就要跟你来谈现在目前全球疫情的新记录 这个新记录呢是在过去36个小时里面呢 全球又有18000人的新增死亡 那这个死亡是跟疫情有关 当然这是一个新高的数字 好 面对这个数字呢 WHO当然在这两天也陆陆续续的开会了 那WHO呢在今天呢 他们是特别说 现在目前呢在英国所先发现的变种病毒 到目前为止已经扩散到了70个国家 那比起前一个礼拜呢 还多出了10个国家 那另外在南非呢则是31个国家 那巴西传出的变种病毒 现在是扩散到了八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看得出来现在目前死亡人数 还有变种病毒越来越猖狂 但是眼下疫苗还没有完全普及 那所以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只能先隔离 然后大家要戴口罩 那这也让英国首相强森 原本预计说在2月中旬的时候可以解封 但是现在没办法了 封城要延长三个礼拜 要到3月8号才能重新开门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又传出了一个新的消息 先前我们不是有告诉您吗 从这个国外入进口到中国的一些货品 包含鲑鱼也好 在上面居然验出了武汉肺炎病毒 这一回又有新的 这一回换什么呢 换成樱桃 也就是你在大标上面看到的这个车子里 车里子啊 它其实就是樱桃啊 那樱桃呢 在这一回验出武汉肺炎 一开始是在1月22号的时候 在江苏无锡这个地方验出有病毒 1月23号的时候在河北的石家庄 那两个地方呢 都採检到在樱桃的表面 有武汉肺炎病毒都呈现阳性 所以现在呢 樱桃有毒 大家不敢买 那往年呢 曾经一斤卖30块到80块的价钱 现在呢 直接下跌了73% 而且呢 当地的人啊 很怕它烂这仓库 所以一公斤 我干脆就只卖18块钱就好了 那另外呢 在北京的进口樱桃 那也降了54%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降价幅度真的很大 而且呢 还有说是上上等的这种樱桃啊 双J等级的 原本5公斤 可以卖400到600块 结果现在呢 我卖到了300块 还是没人买 所以呢 现在除了樱桃之外呢 包含刚刚跟您说的鲑鱼 另外呢 在垃圾车 冰淇淋 啤酒 脱席 以及肌肉上面 也通通验出武汉肺炎病毒 当然 这可能跟检测到底有关系 就是检测到底准不准是一件事情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为什么这些进口的商品上面会有病毒呢 或许中国政府或者是其他的政府 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些操作 不过就算呢 中国政府努力地压制疫情 各地的疫情呢 还是不断地升温 上海的社区呢 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呢 就把民众拉上街来进行检测 在北京的大兴区呢 也启动了第二轮的检测 那国际之间 现在再度出现炮轰中国的声浪 德国总理梅克尔 甚至直接点明 中国在疫情的初期 隐瞒事实 现在是凌晨的一点多 复兴中路济南路段呢 目前已经封闭了 现场正在进行淹饰紫的检测 如果不是疫情严重 怎么会在凌晨一点 把民众挖起来集体筛检 中国上海疫情又发烧 几乎每天都有新增确诊 上海新增的两例 本地确诊病例中 病例一常驻黄浦区 西23号确诊病例的密接者 就怕疫情扩大 除了大规模封锁社区 所有店家还统统停业 但明明早有迹象 官方为什么现在才动作 传出就是为了要保住 上海23号召开 为期四天的两会 不得不压低疫情 做好今年政协工作 意义特殊 责任重大 但除了经济重镇 国家首都情况也不太妙 为了提高检出率和准确性 大兴区将大规模筛查方式 从10比1混合检测 提升为5比1混合检测 所有点位均实现联网 北京大兴区发动第二轮 大规模检测 因为当地26号就新增 四位确诊 社区封锁当然也没少 中国国内疫情四起 国际上也再度出现 批评声浪 大国总理梅克尔 直接点明中国和世卫组织 在武汉肺炎爆发出 其刻意隐瞒疫情资讯 但WHO却不痛不痒 竟在全球疫情更新页面上 把台湾归类在中国之下 无视台湾和中国 在对抗疫情上的陈奏 根本天差地远 引发大批网友得人痛批 称台湾根本不是中国 世卫持续和中国连成一季 在确诊数突破一人之际 显得格外讽刺 三里新闻终于好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 塔玛斯·葛林菲德 在听证会上面表态支持台湾 说美国需要支持台湾 提供协助来抵抗中国的威胁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人 塔玛斯·葛林菲德 在提名听证会上表态支持台湾 塔玛斯·葛林菲德 表示美国要提供台湾安全上的协助 提供台湾必要资源支持安全 同时也指出中国的威胁 塔玛斯·葛林菲德强调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和价值 也都构成了威胁 而他也会特别关切中国试图扩大在联合国 还有其他国际组织中的角色 也会努力不让习近平思想纳入联合国决议 破坏联合国对人权的承诺 而现年69岁的塔玛斯·葛林菲德 具有35年的外交资历 也曾在欧巴马时期担任国务院非洲事务主亲 是当时外交部门中职务最高的非裔女性 好 接下来聊到美国 我们就来聊聊美国总统拜登跟第一夫人Jill 她们两人在掌上明珠Ashley 正经成了媒体的焦点 不过这个媒体呢 是美国一个保守派的媒体 叫做The National Film 那这个The National Film呢 最近就披露一份Ashley的日记 里面一共有112页 那相较于呢 她过去其实有过持有毒品的丑闻 包含持有大麻 还有用红色的吸管来吸食骨科茧 这一回的内容呢 跟她爸爸有关 那你现在在下面看到的这个图片呢 似乎就是她亲手所写的 那写的内容呢 跟爸爸有什么关系呢 她提到说 自己在孩童时期的时候 觉得有被性骚扰 而且这个性骚扰呢 似乎就是跟她的爸爸有几次 不适当的共遇有关系 好 竟然一直就是一起洗澡啦 而且呢 她也写到呢 爸爸其实在情感 以及她的金钱上面 都对她有所控制 让她很不满 所以呢 现在把这个日记提供给媒体的人呢 也就说了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都是Ashley 她自己承认自己所写的 那总统的八卦讨论完呢 我们还是要来讲一点正事 就是拜登呢 提名的 也就是你刚刚看到的 驻联合国大使 汤马斯·格林菲德 他说呢 国务院现在其实正在审视前朝 那前朝当然也就是川普政府啦 所以川普政府呢 对于中国犯下种族清洗罪的指控 是不是符合程序正义 好 这是在讨论什么呢 先前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他曾经在卸任之前 点名说中国犯下的种族清洗罪 要清洗什么 他们说呢 要系统性的摧毁 维吾尔族 不过好玩的是啊 那个时候还是准国务卿的布林肯 他只是准哦 还不是真正的国务卿 布林肯 他被问到说 同不同意蓬佩奥这种说法 他那个时候回答说 我的判断也是如此 而且不仅如此呢 他也同一时间说了 希望北京停止对台湾的施压 所以拜登现在点名的新人码 要到底要找什么样的程序正义 因为连他自己所提名的 国务卿都同意 前朝的这个国务卿的说法 那另外呢 蓬佩奥在卸任之后呢 最近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他也就提到说 中共现在开始在找拜登政府的软肋 而且不仅如此呢 找软肋之外呢 还一直要找出方法来施压台湾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蓬佩奥说 他其实对拜登政府很失望 虽然他一直惦记在台湾 但是对拜登政府很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要大家以后不要使用 中国病毒 因为呢 他说就是因为中国隐匿病情 所以我们才要叫中国病毒嘛 要全球都惦记着他 怎么可以停用呢 好 蓬佩奥现在也说 对这件事情感到失望 不过我们还是要来回头看一下 毕竟蓬佩奥他已经是前朝了 接下来的国务卿 也就是布林肯 在参议院表决通过 他来当国务卿之后呢 现在外媒就开始对他有一些记录 包含呢 2011年刺杀宾拉丹任务之际 布林肯当时就是重要的幕后工程 他的外交资历很丰富 一直也都是美国媒体的焦点 尤其是 他还是美国政坛小数的业余歌手 兼吉他手 让他的魅力是大增的 美国参议院经过表决 高票通过布林肯出任美国国务卿 外交资历丰富的布林肯跟在拜登身旁 事实上已经将近二十年 是拜登最贴身的幕僚之一 2009年初 拜登以副总统职资首度入主白宫 布林肯就担任他的国安顾问长达四年 2011年刺杀宾拉丹任务之际 更被视为是中东政策的背后关键人物 受到欧巴马的肯定 于是到了2015年初 让布林肯出任副国务卿 从得体的说话方式 到拥有一头浓密头发的外貌 使布林肯过去在前朝 即便只是国务院二号人物 但依然获得媒体不少焦点 引发外界对他的成长背景充满好奇 布林肯出身外交世家 爸爸曾是美国驻匈牙利大使 叔叔则是美国驻比利时大使 布林肯本人则是在法国长大 因此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之后大学才回到美国就读哈佛之后 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 成就了这近乎完美的学历 不过他可不只会读书 音乐也是他的强项 布林肯可说是华府政治圈内少数的业语歌手和吉他手 这三年内就在音乐平台Spotify上传了三首自创歌曲 曲风有的是乡村摇滚 有的则是偏爵士和鸟滚 而最新的一首节奏则加快了一些 多才多艺的布林肯也符合多元发展职业 自从欧巴马政府下台后 布林肯就合伙共同创办政战咨询公司 其中一个主要业务就是帮助美国企业等客户 进入中国市场后可以有效管控中国的相关风险 像是保持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 布林肯从他的成长过程到他的兴趣专长 甚至他的种种公职经验 为他日后的仕途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今重回华府 继承国务院第一号人物 张冠美国外交大任的国务卿 外界将绝对加倍放大减持 三星文全部都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